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0月22日 今天是星期日 這一節是Patreon的獨家節目 這一節將會在 10月22日上載至Patreon頻道 Patreon的用戶優先 獨家聽到這節節目 這一節將會在教後時間重新上載至 YouTube 成為YouTube節目 敬請大家注意 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令到 這個運作 就是 收費的Patreon節目 以及免費的模式 能夠更加有效 另一方面又反映 聽眾和支持者訂閱了Patreon 的優勢 一定要給予足夠的優惠 給予Patreon的用戶 也請大家注意 我們當然這一節的節目 的 特色繼續維持 是Patreon的節目的特色 即是說我們傾向更加多 講我們更加深入的看法 跟我們核心的聽眾 核心的支持者 更加大的互動 更加可能很多時候 如果是政治話題 可能有更加多更加深入 的分享 原因不是說 放在Patreon的節目 放在YouTube節目 不夠深入 而是因為 我們Patreon的用戶 多數是一些最核心的聽眾 支持者 所以 所以 人一定是有差別的 即是 跟一個社群是一樣的 最核心的那個圈 當然 會有不相同 我們跟我們的核心聽眾當然格幕最小 所以當然我們說的東西最深入 其實是一個叫做自我 把那個戒心 稍為放低 稍為把更加多內心的想法 可以暢所欲言 說出來 也是其中一個原因要考慮到 在YouTube放節目 就需要 照顧那些可能是從來 不是真的 每一集都聽 你節目的 一些 外來的聽眾 他們會很多時候要求你不要說那麼多其他 跟的話題沒有相關的內容 即是說他們很想 就著標題內容 只是直接可能聽一兩分鐘關於那個話題的事 這個並不是我們節目 是做的事來的 因為我們根本不是新聞快訊 如果你要快的話 你大可以聽新聞 即時快訊 根本 就不應該聽一個 是10分鐘以上的節目 因為我們這個仍然是一個時事分析的節目 這節真的要回來講這節的話題 這節我們要跟大家詳細揭露 中國大陸 的一萬億走資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 最新的走資 的地方叫做新加坡 不再是香港了 到底 中國大陸是會容許 這個走資 走到新加坡 容許到甚麼時候呢 香港曾經是一個走資 走得最多的地方 今天 不再是走資的地方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中國大陸等於全境控制了 香港 事實上 真真正正把香港 作為 清洗 中國大陸的資金 中國大陸的資金 黑不黑呢 我們稍後再討論 黑不黑 不是你跟我說的 是官方說你黑 你就黑 官方說你白 你就白 所以有時 黑不黑錢 除非你是張子強 如果不是 其實就是要看看官方到底有沒有說你 是犯罪 而這個犯罪的內容 大家都領教過 今時今日 他說你犯法 你就犯法 你香港人申請拿回自己的錢 申請拿強積金 他都說你犯法 說你作出虛假聲明 好了 其實這個邏輯很簡單 你犯法 你的錢就變了黑錢 那就是你公強積金 變了你洗黑錢 剛才我所說的東西 不是一個 在很嚴謹 的法律狀態之下 普通法國家所說的東西 不過 香港現在的邏輯就是這樣運作 所以 香港說法律是很困難的 因為 法律 他說有就有 他說沒有就沒有 新加坡是中國大陸熱門走資的地方 中國大陸是不是可以無限制容許 中國大陸的資金 走去新加坡 再從新加坡各地 把錢輸出 答案其實是否定的 中國大陸仍然容許你 新加坡成為中國大陸走資的中心 的原因 是因為 第一 中國大陸 不能夠完全 將資金外途倒截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目前中國大陸走資的情況 還未到 真真正正是傷到 最核心的部分 因為中國大陸 雖然是叫做爆煲 但是他的經濟規模 仍然是相當之大 所以 目前 透過新加坡的走資 還未到達 對中國大陸整個經濟 出現了 關鍵 破壞 中國大陸 只要現在去調整股市 又或者去挽救地產市場 實際上在新加坡走的錢 不足以現在直接傷及整個中國大陸 跟香港就不相同 香港只是移民走的人 已經足夠把香港的本地消費 全面拖垮 目前在中國大陸逃亡的資金 未到達這個地步 但是 不代表未來一定不會 中國大陸是不是會眼白白容許你 擺明居馬把錢搬到新加坡 答案是否定的 新加坡 實際上是跟中國大陸 是一個非常緊密的合作 大家都知道新加坡政府的親中立場 實際上新加坡政府 幫中國大陸 協助 拘捕 以及拘捕這些清洗黑錢的案件 其實是相當之容易 所以早兩天 就是爆發了 新加坡 破獲了史上最大的 洗黑錢的案件 牽涉 是20億美元 而大量 相關的人士 就是說全部跟福建幫有關係 牽涉工商銀行 還有中國銀行 能夠做到那麼大規模那麼大的資金 走出去新加坡 這群人一定是有後台背景的 這群人一定 背後有官方支持 甚至乎他們本身有一群人就是官 所以 你說在中國大陸做官 但是新加坡會拘捕你洗黑錢 你信不信有這件事 即是說 如果這件事 背後不是有中國大陸的官方 是首肯 然後 去確認 這一宗 是黑錢的案件 叫你新加坡 將他們的戶口凍結 新加坡政府絕對不可能 是做那麼大的動作 簡單來說 如果這些資金跟現在當政的政治局常委有關 你猜新加坡夠膽嗎 調查這一宗案件 即是說 中國大陸現在目前的走資 有很多 並不是現在 是當政的人 即是說 不是現任的政治局常委 也不是習近平派系下面的官員 而是很多 是中國共產黨在二十大權力鬥爭 江派 團派 失勢的共產黨幹部 所以他們的錢 就是變成了所謂的黑錢 而新加坡 是會執法的 當數值夠大 當新加坡掌握了相關的資料 而中國大陸 能夠掌握著 資金逃亡的原因 是因為 現在的資金逃亡 其實還是有漏洞 雖然可以透過加密貨幣 又或者 網上的 外匯兌換 找換店 由於中國大陸對外仍在做生意 中國大陸的出口 中國大陸原本是世界工廠 你說要一下子 將外貿停止 根本是不可能的 雖然曾經差點試過 例如這個武漢肺炎封城 就是將整個中國大陸 差不多對外出口 全面 一次過封閉 測試的結果 出來了 中國大陸經濟崩潰 中國大陸更加爆發白紙革命 習近平 吃了虧 知道 不可以 一下子 在一個時間強行 不代表他不報復的這個人 新加坡 讓你不停走錢 他不會容許的 但是又不可以 一剎那將全部 資金外逃對外貿易全部停止 所以 現在這一刻 中國大陸還是有很多走資的方法 其實事實證明 現在跟你說破獲 在 新加坡洗黑錢的案件 其實證明了 資金逃亡去新加坡並不安全 中國大陸的官員根本有很多不懂英文 他們會選擇新加坡的原因是因為新加坡有大量的國內的人 好像跟香港是一樣 香港成為了中國大陸 走錢的中心 的原因 是因為香港 香港人懂中文 懂普通話 中國大陸的客戶根本不懂英文 就算他去過外國讀書 那些叫做官二代小粉紅 去完外國讀書 三年都講普通話的 從來沒有學過英文 所以他們去選擇新加坡 新加坡的人懂得講普通話 那些人懂得中文 當然跟香港比 香港更好 因為新加坡 已經不懂得書寫中文 新加坡 你當然可以幫助中國大陸把資金逃亡扣押 但是長遠來說 如果你再做幾次 其實中國大陸的資金就會再選擇其他渠道 換言之 其實香港 在新加坡 大搞拘捕洗黑錢案件的時候 是有機會讓資金重新考慮 去香港 因為香港雖然受到國安法控制 但是香港還是有很多 可以叫做走錢的渠道 目前這一刻雖然擺錢在香港不算安全 但是對於在中國大陸的人來說 把錢搬到了中國大陸去了特別行政區 已經 安全了一半 然後再從香港把錢搬走 各位就要注意 香港的情況 香港有機會 以我們所知 其實現在仍然是局部在做幫中國大陸走資 香港也有機會因為新加坡一再調查這些案件 令到資金 走錢的資金 不是報發戶下來消費 即是資金可能在香港短暫停留 然後就會離開 而不是下來香港 掃除香港的物業 所以就算這些 逃亡的資金再重新選擇香港 其實形式改變了 他不會再大規模 購買香港的資產 因為香港的資產並不安全 而當錢重新走向香港 就會使得香港的某些業務會復活 但是只是限於某些行業 對中國大陸的人來說 他們可以選擇的渠道有限 因為整個亞洲 能夠對外把錢搬走 真的不外乎是這兩個地方 一個是新加坡 一個是香港 你看看其他地方 全部通通做不到這個功能 當然包括台灣 台灣絕對不會容許中國大陸是無端端搬錢 過去台灣 因為台灣也有反間諜法 也有防止中國大陸的資金搬去台灣 干擾台灣的選舉政治 還有 你也不會無端端把錢搬去東京 整個亞洲地區 你可以搬錢的地方 其實是有限的 假如中國大陸的資金 重新搬去香港 用香港作為渠道去走資的話 各位就要注意幾個事項 就是中國大陸會沾手 香港 那個資金外途 那個機會是會大增 即是說到時可能會推出大量的政策 去限制你在香港把資金 匯出出別 香港原本是個自由港 對香港限制越多 就是越把原本的自由港 那個體制 全部破壞 所以為甚麼我們這麼久以來做分析 其實說得很清楚 如果你不是發生這些事 沒有人可以評論你是變差的 不是我想你變差 就說你變差 然後你就會變差 而是你的政府和政策還有一個大方向 不停在做這件事 我們要做的 是說給我們的聽眾知道 你應該要有相對相應的策略 大家也不要忘記 我們 並不是 有萬能的策略 因為這個並不是 時事的分析可以做的事 以我們所知 現在你要去外國開 銀行帳戶的門檻正在提升 其實 有很多家銀行收緊了 即是說你可能需要在本地有簽證 現在這一種做法是雙重效應來的 這一種做法 變相令到更加多人 把心一挖 索性 離開香港 再加上近日 香港政府對這個提取 是強積金NPF 進行了刑事調查 現在 很多香港人覺得我移民 我偶爾回香港 探親去旅行 往返兩地 在兩地生活 其實現在 向這件事說不定的 正正是香港政府自己本身 有哪一個人移民 移民到想回到香港 會被人扣留調查的 今天就跟你說查NPF 明天 不知道去查甚麼 即是說 香港政府其實現在是在逼 留在香港的人 做出 二選一 的選擇 要麼就是乖乖地 徹底留下 要麼就是乖乖地 帶齊所有東西 徹底走了 然後就不回來 接下來你要把錢搬到外國 門檻應該會慢慢升高 就好像中國大陸的人要把錢搬到香港 一樣 可能需要透過 成立海外公司 即是說成本正在增加 局部的情況 有部份的銀行已經收緊了政策 如果你不是申請了BNO Visa的話 你就是不能夠申請這個銀行戶口 即是說變相 其實你現在申請戶口的門檻 正在提升 我在這裏也不想提供 在關於哪間銀行可以開到 哪間銀行開不到的問題 因為我講完之後 就是一窩蜂的人又擁去那間銀行 然後那間銀行又會改變政策和門檻 我在這裏說了也沒有意思 還有 我們這個節目 是在做時事分析 到底各位你的策略是怎樣 你的未來是怎樣 我是 不能夠幫你去想的 我們只是把香港現在的客觀的環境 分析出來 我們這一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 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